哈喽大家好 我是可可菲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因为之前比较忙 要忙工作 要忙考试什么的 然后好在就现在都结束了 然后就很兴奋的来给大家做一期 购物分享的视频 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我会分享一些我最近买的一些好物 然后最近呢也收到了 这个牌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香港的小众的一个品牌 它给我寄来了几件衣服 就属于一个PR包裹吧 今天就想一起来给大家开箱看一下 然后后面呢我还会分享一些 我最近买了一些 就是兔兔的周边的东西 然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嘛 所以这期视频是分两天来录的 可能会穿着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Rehoa这个品牌呢 是一个香港的品牌 它家主打的呢 是一个法式的一个轻说风 它们的衣服的性价比都非常高 价格呢也非常实惠 基本都是在20刀到50多刀 60多刀这样的一个价格 性价比非常的高 就比我们北美这边 也其他的牌子都要便宜 而且它们的质量也还蛮不错 而且它家最有名的是那种 Dress 就它家的裙装 真的花样 样式非常的多 大家应该都能找到 自己喜欢的款 而且它家是支持全球邮寄的 基本上如果你买够 60多刀的话 它是free水平 免费邮寄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关税 它家还经常有折扣 我觉得算下来 比我们从淘宝买衣服 然后再转运过来 都非常的合适 它家的审美啊 版型啊 也都蛮符合我们亚洲人的风格的 他们也给我发了一个 我频道的一个专属折扣码 我会打在这边 然后大家如果用这个折扣码 进去买的话 会有一个八折的一个折扣 我本身也是没有任何的提成啊 还有额外的费用什么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放心的购买 我特别喜欢它家这个环保袋子 就是不是那种质量很差的那种 它家环保袋子感觉还蛮坚韧的 可以那种重复利用的那种袋子 第一件衣服呢 是小外套 可以当外套穿的 也可以当就是裙子来穿的 比较OL的一件 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我就是有一点遗憾 就是我买大的一号 我的身高大概是172 体重是116这样 其实我是属于瘦一点的体型 但是我买了M号 就感觉买大了 我穿上就感觉稍微有一点松 如果大家喜欢那种包身的感觉 尽量去选那么小一号 像S码 16级啊 这种女生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选个S码 或者如果有更娇小的女生 你们可以选她家有XS 我觉得她家号还是蛮准的 但是其实穿上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就是她有一点小香风 但是她又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然后她是一个收腰的设计 下面是一个裙摆 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 我特别喜欢 就是我的那种蓝色那种亮线 她家的扣 就设计的蛮漂亮的 就是这种 这种复古的这种迎扣 然后整体搭着还蛮漂亮 下一件是我这次就是开箱里面最喜欢的一件 我觉得是她家的那个明星的产品了 如果大家只想买一件衣服在她家的话 就一定要买这件 就是她家的One Piece这件裙装 是珍珠的这个裙装 真的超级漂亮 我今天会把所有的链接都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也就知道我最后就视频里展示的都是哪一件 大家可以点进去参考 这件裙装穿的太漂亮了 就是它看起来平平无极其 就是一个黑色的长裙嘛 但是它穿在身上真的巨显身材 其实我身材不是多好 就是肉肉的 我的手臂肉肉的 然后身上也是肉肉的 但是我真的穿这个真的超漂亮 它这个特别可爱的设计 就是它这个肩带是珍珠的 大家看是这种珍珠的 当然不是真珍珠 应该是人造的吧 然后它还有这个钩子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肩带 你可以把它这样拆下来 后面也是这样 特别简单的一件裙装 但是真的穿上超级漂亮 而且它上面有这种花纹 做出来这种水波纹 它所有的水波纹都是往下的嘛 所以穿上之后特别显 这个人很瘦 最喜欢这件 因为我觉得这个 无论是你去海边啊 还是说你公司有年会啊 然后参加年会都是可以的 就非常简单经典的一条小黑裙 它家还有别的颜色 有白色 好像还有那种浅紫色 我觉得白色也蛮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黑色更加百搭嘛 所以我就买了黑色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裙子特别贴心的一点 就是你买的时候 它还会单独的在送你一个 这个珍珠的肩带 是不是非常的贴心 特别适合像我这种丢三落四的人 就是经常会 这少个东西那少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送了一个 真的超贴心 大家如果有那种可以拆线的那种吊带啊 或者是胸衣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珍珠的肩带拆下来 然后单独的用来当肩带 我觉得夏天出去的话搭配还蛮漂亮 下一件呢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件 就是这一件毛衣 就是它也是one piece one piece的毛衣连身裙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件 我觉得这件特别适合我 因为冬天的时候 就是加拿大这边屋里很热 我买过一些就是特别厚的毛衣 我穿上就会觉得很热 但是太薄的你会觉得凉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穿那种不薄不厚 就是这种材质的这种 不是很薄 但是也不是很厚 就是穿one piece穿起来 就刚刚好的这种毛衣 然后超级喜欢 而且我最近可能有一点胖嘛 然后有点肉啊什么 它也特别能遮肉 因为它手臂是这样一个设计 它不会把你这个拜拜袖啊什么的 露出来 它是把你这个手臂细滑 就整体让你感觉 好像身材比较好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下面也有这种开叉 就是穿上有一点小性感那种 这件还带一个腰带 但是对于我本身来说 我觉得这个腰带有点多余 当然系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点缀 然后它加这个裙子 还有一个是那种红色 但是不是那种大红 珊瑚红色的那一件衣服 那一件裙子 我开始就差点买那个颜色 但是我就觉得平时我其实 上班穿深色的蛮多的 然后我就想 正好选了这件深绿色 然后我觉得还蛮百搭的 更年轻一点的小伙伴 你们如果喜欢那种鲜亮的颜色 可以去选那个珊瑚红色 这个是其实我有看一个博主的开箱 然后就这件我就种草了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件 它那个味道 我还蛮喜欢闻这个味道 我知道是那种 它不是纯毛的 材质特有的味道 特别像小时候 就是加大人给你吃的那种毛衣的味道 这个毛是有一点长长的融融的 就看起来非常的暖和的那种 搭配那个黑裙子穿也蛮好 或者平时搭配像牛仔裤啊什么的 然后特别喜欢它家的扣子 这个设计 就是大家看 就是它家扣子真的设计的蛮好的 让我们能看清 就是蛮复古的一个扣子的设计 我觉得这件衣服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 扣子的原因吧 又给它就是添上一个点睛之笔 看起来好像设计啊 款式啊都很简单 但是你穿上就会觉得很舒服 然后很有潮流这种 那么现在到了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我觉得有一点翻车 反正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合我自己的风格 然后再加上我用那个号码 我就选大的一号 像那个黑色的裙子啊 我就选的是S就正好 但是这一条one piece的裙子 我这么穿上 我感觉明显就感觉大的两号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家的这个 这个裙子的这个版型的号码 可能会偏大 拍的时候就看它模特的穿上 真的好漂亮 而且我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么长 因为我本身就是172 我算是蛮高的一个女生吧 然后我穿上之后都觉得这个裙子 就已经快到我脚踝那种 都已经非常的长 它还比较大 所以就不太合身 这条裙子我可能会送出去吧 其实如果选合身了的话 其实这个裙子的版型也是蛮漂亮的 因为它这个袖子是这种 有一点褶皱的这种公主袖 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这个裙子本身就是不是我自己的风格 然后又选的比较大吧 所以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好的 这个Rehoa的东西我就分享完了 就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给我寄了PR包裹 我就要说他们好话 而是我真的觉得它家的质量是真心不错 然后价格也适中 没有像其他一些那种法式风格的衣服那么贵 然后都是一百多二百多 有时候三四百刀 打折的时候可能还要一两百刀那种 而且它最近也有在打折 我觉得各方面都是性价比蛮高的一个选择 终于可以分享 最近买的兔兔周边了 首先呢就是一对杯子 这个呢是我看就是同样的一个养兔博主 就是Birdy妈 我是被她种草了 这一对Kissing Bunny的杯子 她当时就是发那个视频 她发的是兔兔周边的视频嘛 然后我就看见这个杯子 我就觉得哇好漂亮啊 好高级 因为就是白色的嘛 但是它的手柄是有一些螺纹的设计 很漂亮 就是很简约 然后上面各趴了两个小兔子 然后对上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Kissing Kissing Bunny 而且就像那个Birdy妈说的 这个杯子特别适合做珍珠奶茶 因为养兔的人都懂的对吧 然后真的真的好可爱 然后没想到就是我给她留言说 我想要买这个杯子 没想到她竟然是从我们加拿大的网站买的 然后正好呢也在打折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大家可以去那个网上看看 我会尽量的把这个链接 都放在我的信息栏里 除此之外呢 我还入了一对杯子 也是同样的一家店 就是Indigo的 她家的这个Kissing Cat的这个杯子 这一套呢我打算送朋友了 然后这一套也特别特别 我就不打开了 她这个是两只猫 然后她这个杯子的背面 是那个毛线球 就非常的可爱 就是这个小兔子的这个插电的香薰 如果大家熟悉北美这边的那个BBW 就是Best Bodywork 经常出这种Wallflower 就是可以插在那个店门上 然后下面插一个那种香薰的 她家的这个造型经常换 就是季节性的 会换很多可爱的造型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买的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超级可爱 我还没舍得用 然后我有买了两个 两个这个兔子的 就是其实它是复活节的一个限定吧 兔子抱着一个小鸡这样 另一个我打算送朋友 或者是等我频道5000订阅的时候 给大家抽奖 反正就打算送出去这一个 反正就是非常可爱 然后下面加一个这种你喜欢的香薰 然后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 然后这样打开之后插到下面 插到下面以后你再插到这个厕所里面 或者是客厅啊卧室啊 然后它那个香味就是一直散发 除此之外呢 我还买了这个 就是都是兔子的 一个系列的 也是兔兔抱着一只小鸡 但是它是硅胶的 它下面是可以放那个 BBW它家的那个酒精洗手液的 这下面可以插一个 那个我好像手边没有 反正就是这样子 它可以当钥匙链 挂在钥匙上 或者挂在包包上 这个我也是买了两个 因为太可爱了 然后我是想送朋友 然后一个字留 或者是抽奖抽给大家 反正现在我这个抽奖 已经说了好久了 但我就打算等我5000订阅的时候 然后搞一个抽奖 到时候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会把什么放进我那个抽奖的礼包里 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的频道点赞 我的频道应该马上就能到5000订阅吧 虽然现在只是4000出头 然后BBW加 我最近还买了这个 就是身体乳 叫Japanese Cherry Blossom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好闻 因为它家很多东西 我觉得有点太香了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 就不是很浓的味道 对 就有点像小时候用那种雪花糕 玉美镜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这个我也是买了两个 下面一个就是很可爱很可爱 也是兔子相关的 就是一个蜡烛 香薰蜡烛 前面的这个图案是兔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可爱 然后我又买了 主要是它也在打折 它的味道是有一点 南瓜味道 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点上了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 每天都在戴的 就是大家看我这个项链 就看起来很普通 就是一个金色的小牌子 但是它非常的特别 我现在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项链呢 这个链子是我自己配的 是我自己的一条金项链 但是它的这个牌 是不是纯金的 它是镀金的 但是它非常特别 我不知道相机能不能拍出来 但是我会尽量把照片给大家放在这里 看见没 上面是锤耳兔 就是是泡泡 我把泡泡刻在了这上面 然后这个项链反面也特别的特别 是我的名字 还有一个新 然后是泡泡 I love泡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项链 真的超级特别 这是我在stripe4逛的时候 然后发现有一家小店 然后它家卖的首饰都很特别 然后而且它家可以在这个名牌上刻字 然后你可以选不同的这个吊柱 有心形的 有圆形的 还有比这个大一点的那种正方形 比这个大一点的这种长方形 你可以刻更多的图案 然后这个牌也不贵 我买这个牌好像只要四五十刀的样子 因为它是镀金的 然后它里面是银这种 所以也不贵 你可以自己去找图案 但是不要找太复杂的 像这个锤耳兔就刚刚考 可以把它刻在上面 所以我对这个项链就是超级超级满意 我觉得比一些大牌的项链都好 因为我每天就是戴着它 感觉蛮有意义 因为它那个锤耳兔它刻的蛮清楚的嘛 就是每天看见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在上面下 我不是做广告 我只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很特别 然后很有意义 如果你要送礼啊 给朋友啊 刻一些字啊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视频 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或者是大家看我分享 这个歌舞分享很爽的话 请记得帮我点一个赞 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下一期呢 应该还会出一些 跟养兔有关的一些视频 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